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2日 已經是星期一 未完剛才的話題 現在外面吹風 就是說 香港 和大陸 會在1月9日通關 已經吹得好行 1月9日大陸不單止和香港 通關 是會全面開放邊境 所有入境都會採取0加3模式 不過這個消息 仍然在網絡遙傳 未得到官方或主流媒體證實 但是 傳得很重要 隨著全民聲溫 深圳市民 昨晚 已經發現 停止運作多時的深圳口岸 引起通關的猜測 昨天有深圳網友已經告訴我 是不是快要離開就可以上深圳了 我們這節 跟大家補充一下樓市 如果真的是1月9日通關 大家是不是會覺得樓市會有報復式反彈呢 其實 不只是樓市 外面很多人都覺得香港也應該會有報復式的消費 大陸 很多機票都說便宜了 很多人就擁有去買機票 訂酒店去旅行 會有報復式的消費 是不是 其實 我會說 這句 一節是說得比較 不是那麼開心的 我是會告訴大家 接下來 報復式消費 可能會有 不過 很短暫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 第一 你要從中國 中國的 基本因素去分析 很多時候 你最重要 一個人 他有沒有錢 或是會不會消費呢 你要看他的荷包 當荷包沒有錢的時候 他是不敢去消費的 看也不敢看 是不是 大陸上個星期宣佈了新十條 很多地方就陸陸陸陸陸陸爆發 疫症 這一節我們再開一節 關於大陸的疫症大爆發的問題 這節我們集中討論一下 如果中港一旦開關 即是說1月9日的傳聞是真的 因為已經說到 12月19日 即是過了一個星期左右 外面已經在傳 這個入境政策 會宣佈隔離是 2加3 即是隔離兩天 在家居家三天 而1月9日 就說是0加3 跟香港 即是說不用集中隔離 不用在酒店 不用在指定地方隔離 你在家自己 病了三天就行了 而且這三天你還可以出去買外賣 那麼究竟這個傳言是真還是假呢 我們這一節 不是討論的傳言 不是討論的傳言是真還是假 我們是告訴大家 即使是真的 會出現甚麼情況 現在外面主要的說法 就是 如果放寬這個 要入境限制 要入境限制 不用隔離的話 我們會有報復式消費 什麼叫報復式消費呢 就是出來買東西 就是去購物 買樓 搶貨 大陸客來香港 瘋狂消費 我們來香港掃樓 掃奶粉 什麼都掃 茶餐廳吃飯 任叫 放題 去光顧一千元茶餐廳 會不會 當然不會啦 我想告訴大家 三年 大陸 那種風控 大家都知道是很殘忍的 香港相對好一點 所以 他們是會開放 香港人 想深圳消費 澳門 是會開放 讓香港人過去賭錢 過去輸 但是 深圳是不會放人下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沒有錢 放了人下去消費 你有消費了 你有生意做了 我怎麼辦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要開關 是要給香港人過去救亡 因為上面 餓死了 已經是餓死了很多人了 你們再不上來 我們死得更加多人了 你明白嗎 所以 中港 這個通關 其實就是深圳 是一個救深圳的策略 而不是救香港 希望那些 做生意的人 你們要認清這一點 你以為到時通關真的有大陸人來買東西來消費來光顧 沒有的 大陸是不會讓大陸人下來的 他下來香港 他有護照 你不會搜他身的嘛 他會帶一本護照 到時在香港 出境 你會不會阻止他在香港入境 很難阻止 他在香港走那怎麼辦 不行的 這是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危險 大陸已經沒有錢了 你當然要留在大陸消費啦 我還要指望你香港人來花錢 澳門也是一樣的 打算 沒有大陸人 不要緊 有香港人 香港的確 是一個底厚的 相比起 內地 因為 多了很多人移民 移民 其實製造了一部分的工作機會 因為 在大陸真的沒有工開 工廠倒閉 全部停了 老闆全部破產 每個都是欠人周身債的嘛 開公司 開實體店的老闆 每個都很糟糕的嘛 老闆 富貴 富貴 老闆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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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還 很多人已經選擇跳樓 所以 在這個惡劣的經濟環境之下 大陸當然不會放人下來 反過來就希望你香港人上去消費 如果你有上開大陸 打骨叫雞的 恭喜你 你又可以做回大野 當然是要你 在這三年裏面沒有什麼損傷 如果你也是 重傷的 可能你也不會回大陸療傷的 當然有些人沒有什麼損傷的 當然有些人收了錢 香港也沒有地方花錢 我要回大陸打骨 消費了 有的 這些人一定有的 不會完全零的 幾個錢 幾差也好 也有人去消費 所以 他是會有 剛開放是會有好像煙花那樣 閃閃閃的 有一段時間是會黃的一排 即是回大陸 但是大陸下來 我想會很少 他控制那個 雙程證 控制那個 港澳通行證 他不發通行證 所以 香港做生意的人 他期望通關之後 他可以 做多很多生意 收錢收到手軟 是不是真的 當然不行 我們也看得到了 現在大陸是沒有的 現在的經濟 其實是爆破了 要怎樣恢復呢 我想要幾年時間 去休養生息 去固本培養 去養生子 因為現在 給他 一劑重藥 毒到現在本身不遂 被習近平打到本身不遂 本身的工廠已經不行了 訂單已經趕不到 還要封城 封上海 其實 那個是致命的 然後 其他地方全部封 香港和大陸 斷了那麼久 什麼都斷了 然後你又封城封區 小區也封了 那些人都出不了去打工 哪裏有錢收入 那些人做生意的 個個都輸錢 輸了所有錢 那些人問 錢去了哪裏 燒了 那些錢燒了 沒了 浪費了 花了 浪費了 錢輸了 賺不回來 現在 接下來 很難搞的 沒得追溯的 好像澳門過去輸了錢 你想去趕 想去追溯 沒得追的 只有越輸越多 唯一的方法就是離開 儲一下錢 再離開 現在大陸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輸了 去澳門 洗袋了 沒有錢搭船回來 要游泳過來 就是這個意思 真的要游泳過來嗎 在那裏看看碼頭 問香港人可不可以借錢 給他買一張船票 我也遇過 有一個之前真的試過 有一個主婦抵押一張八達通給我 他說 你可不可以借200元給我 我那張八達通也有400元 我那時候也不相信 他只是說 純粹是做好心就好了 你說要買一張船票 幫你買一張船票 他就變成了八達通 我又沒有問他留下電話 以後再給你 他當時也沒有說 我也沒有理到 我也是打算一張八達通 回來真的有400多元 是這樣的 真的有這樣的人 他輸了 輸到連船票也不值錢 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大陸的情況 什麼都沒有了 當你輸了所有錢 其實你可不可以寄望這些人 會恢復經濟呢 恢復不了 你還要想辦法 估計這些人 接下來的生計 所以大陸接下來的環境會很差很惡劣 一定會很差很惡劣 那麼香港當然 一定是 除了預期之外 是等不到的 因為真的不會有很多客人 有少少一定有的 放少少下來 他主要是想你香港人消費 那麼到時你就上去花錢 到時你就上去花錢 為什麼沒有人下來的 為什麼只有我們上去的 所以 到時就會變成單程路 當然 1月9日 這個日子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現在 完全當是真的 來講 如果假的 當然是另當別論 經濟 也不會很短時間恢復 尤其是 他傷了元氣 這次是內傷 很重的內傷 要多久恢復呢 很久很久 起碼也有幾年時間才恢復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